对于一切人 善人 我人 对我有恩的人 对我有仇恨的人 统统用真诚对待 什么都不要计较 那这些人呢 对我有恩的人好啊 曾经帮助过我 对我有仇人 他毁谤我 他侮辱我 他陷害我 也是恩人呢 为什么 要不然 你怎么知道 你的烦恼断了 这通过考验呢 让他来欺负你 他来骗你 他来害你 你一点怨恨心都没有 不生烦恼 功夫成就了 那如果碰到境界 心里面就不高兴了 就发脾气了 你完了 你什么功夫都没有啊 那境界风才动 就被吹倒了 你怎么会有成就 那顺境善于 没有贪恨 都是来考功夫的 顺境善于 你欢喜了 欢喜是 气情之意 是烦恼啊 顺境善于 没有贪恋 逆境窝远 没有怨恨 你在这个境界里 不受外面干扰 永远是平静的 平等心 佛字经上常讲 平常心 平常心是真心 真诚啊 平时平等 常是永远保持 这个心就是至尘心 大戏 练校 等一下 Bella 真的 你 如果 太 太 麻